高雄小港中陵路18号发生了道路摊陷意外 台电原本承诺周一就要恢复机车通行 但没想到原本抢修好的机车道却在通车前一晚再度沉陷 台电解释当初回田是紧急回田 因此地下深层没有夯实 现在唯有逐层回田才能够避免危险 通车还得再延 高雄小港中陵路上台电的大陵道高港345V线浅顿工程 在18号凌晨发生坍塌事故 最严重的时候影响范围长100公尺 宽75公尺 深度高达30公尺 经济部长登陈中在22号到场视察 并承诺28号会恢复机车通行 可是没想到原本抢修好的机车道 却在通车前一晚再度下线 因为紧急回田地下坑的效果远远不如逐层回田 因此在获得居民谅解后 台电将以时间换取空间 按照步骤灌张回田 当初整个回田的速度 我们土壤回田速度比较快 那本身你压密呈现 在土壤疏松的条件下 它还是会随着时间逐层去压密 才产生地表的呈现 在机车道下线区域 不少工程人员正在现场清除围离脚缸 工区暂时没有立即危险性 不过为了确保用路安全 台电打算等台风过后 再与高雄市交通局会刊 确认相关通车事宜 记者李慧一程显坤 高雄报道